對 當然目前還在調查 我相信我們基層的執法人員 當然是秉持的善意 這點我想身為我們台灣民眾 就是不會抱著惡意的角度 去看待我們的執法人員 相信他們也很辛苦 中間也許會有些意外 不是大家所樂見 也表達遺憾 但重點就是 你公布影像 來還我們海巡人員的清白 他們可能也希望公布影像 對不對 剛剛介大師說 六個鐘頭就可以公布的事情 拖到現在都沒有公布 所以我必須要幫我們的 海巡執法人員講句話 海巡執法人員 可不可以拜託一下 民進黨趕快公開 你不要把這個鍋 讓海巡人員去背嘛 是不是 然後這個政大的教授 高永光老師說 陸委會的說法 就像是把遇難者 定為是罪犯了 沒有展現任何人道的關懷 要搞到敵意螺旋上升 最後兵容相見 才會高興嗎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的說法 確實是有了一些 不同的一些轉變 來導播 這我們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國台辦 朱鳳聯發言人的說法 14號發生當天 還有17號 口徑有了一些變化 14號的時候 他說一段時間以來 民進黨當局以各種藉口 強力查扣大陸漁船 粗暴危險方式 對待大陸漁民 是導致這件事情的 惡意事件的主要原因 但當然啦 他的這個論述蠻完整的 其實包括有新加坡學者 還有我們台灣 有些都覺得說還算是相當的克制 那還算是希望回到這個事實面 但是你看到到了2月17號 從14號等到17號 連個基本的這個監視器畫面 都沒看到 所以呢 朱鳳聯的口徑整個改囉 大陸方面粗暴驅離大陸漁船 導致兩位漁民遇難 這是草菅人命 態度惡劣 話講得真的夠重 引起了大陸各界強烈憤慨 我們台灣人很重視輿論 大陸民眾也很重視輿論 大陸官方也是啊 嚴重的傷害了兩岸同胞 這個感情嚴重破壞兩岸關係 台方應該盡快放船放人 查明事實真相 嚴肅處置相關責任人要處置喔 對不對 要懲處要處置啊 然後大陸方面保留 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一切後果台方承擔 從14號到17號啊 如果能夠理解這個大陸 像來這個官方文件也好 大陸的這個官方的口徑也好 你就會發現那個強度 整個完全不一樣啊 然後我們的陸委會怎麼說呢 在陸委會當中 你也可以看得到那種 怎麼講就是跟你硬槓 對不對 我證據拿不出來 但我就先跟你硬槓說 按照兩岸條例規定 大陸傳破未經許可不得進入 台灣限制還有禁止水域 所以大陸就講啦 沒有啦 就直接沒收了嘛 對吧就直接沒收啦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到底誰撿到槍 誰撞到槍口上 你告訴這個大陸 我們要來談兩岸條例 大陸是可以否認的啊 對不對 我們是依法驅離或是扣留 越界的傳破 以前如此 現在如此 然後告訴大陸 未來我也會如此 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是不是啊 然後說三無傳破 什麼叫三無嗎 沒有傳的名字 沒有證書 沒有這個登記等等啊 這個三無傳破呢 不斷地侵擾 還有違法人員拒絕配合 以危險規避的作為之下 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好 那我們就要問嘛 好 三無是三無 請問一下 怎麼樣侵擾 怎麼樣侵擾 怎麼樣危險的規避 那你得把事實描述出來 細節描述出來啊 你不能單方面說是危險規避 比方說 比方說 他們在規避的途中 是碰撞到了我們的海警船嗎 造成了危險嗎 所以怎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講啊 但是沒有嘛 發生不幸事件 但是國台辦一再無端指控 所以認為國台辦叫做無端指控 無視於事發至今 兩岸各有關單位 積極調查善後的努力 積極調查善後努力 到現在畫面都沒有看到 或說這個至少聲音啊 你畫面不給你聲音也可以啊 都沒有 然後對於本案造勢正秉持依法公正 公開的原則 管閉林還說現在偵辦不公開 你跟我講公開的原則 由檢方全力調查 國方會迅速公佈結果 謝大使 現在這個越拖越麻煩 那我覺得他這個 都委會這幾個 他說有兩岸就是說有關單位 兩岸那對岸是哪個單位在 也在也在也在進行處理 對啊是哪個單位呢 對啊好像你要講清楚啊 對啊因為事發第一時間 24號這個14號的時候 我們的陸委會就是說 我們有管道跟大陸聯繫 對那當然大陸有有在調查嗎 怎麼調查呢 人都在人都在陸委會手裡面 那在那個海巡署手裡 怎麼調查 如果有管道有這個聯繫的話 那還會有這一大串的動作嗎 對啊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你今天你事實要趕快調查 對不對 你這兩個就是說 往生的這大陸的漁民 你要還他一個公道 他是因為執法過當或者執法的這種過失 他死亡的話 對那你這個公權力機構你就負有責任啊 你相關的這個執法人員有責任啊 你過失自然死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說你要賠償 這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啊 還有你這個屍體 你要你的你的這個 所以所以 死人也會講話 屍體的這個法醫的驗屍報告 怎麼做 那做的時候是不是有公信力 可不可以為對方活踩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現在還有兩個人扣在金門 限制他的行動自由 請問什麼罪名 請問什麼罪名 依照哪一條法律扣人 對不對 依照哪一個條例扣人 不放 那你現在是限制人家 限制行動自由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 事實上的話 這就有問題了 你說屬地主義 這個水域是我的 現在大陸說你根本沒有 這個水域不存在 對不對 那這個就會引起糾紛啦 那過去是大陸就是說 基本上是默契 可是他沒有白子黑字 大家把這個領域講得很清楚 權力義務關係講得很清楚 都沒有 那你今天 你這個 陸委會是一面之辭 這個因為我要進廣告 我先讓紀大使跳到一下結論 我稍後再來請教一下細節 就是紀大使你覺得呢 按照雙方官方的這種說法 接下來事情是要鬧大囉 我覺得陸委會 這十八號的聲明 就是準備鬧大 他責任是在對方 很奇怪 對方人都死在我們水域裡面 責任還在對方 我也不曉得怎麼說呢 這個怎麼說呢 那你船你要扣嗎 通常你在水面上 那個執法人員就說 你可以查扣 可是你不能永遠查扣 對不對 那你要有個罪名 罪名是什麼 所以你覺得很明確的 就是我方站不住腳嗎 站不住腳 因為你對人死的方 人死你沒有交代 你基本上即使是有你說的事實 不至於犯這麼大的罪 讓他用生命來或用以生命的代價 來犯這個法律 問題他已經付出兩條生命了 而且我像陳羽這件講得很清楚 海員不會游泳 怎麼死的啊 對不對 然後船翻了為什麼一下 翻一艘船就死兩個人 那為什麼兩個沒死 對 這個很奇怪的 就是嘛 這中間太多的細節 是不是打死的 對 所以我說 我方所公布的訊息 就是一點點 而且說實話 從2月14號到現在為止 像擠壓膏一樣 一點一點 那到此刻為止 到底是走私跟非法打撈 都沒有搞清楚 這個難道不應該給大陸民眾 或真的是給台灣人民一個交代嗎 一定要搞到現在 兩岸氣氛這麼緊張嗎 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